防疫会后记者会陈其迈罕见动怒 就是因为高雄暴增9例本土个案 其中7名感染源竟然是来自新北市恩主公医院 但高雄市却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加上高雄指标个案 明明两度出现呼吸道症状回诊 却没有进行筛检 呼吁恩主公医院重启疫调快点找到感染源 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资料 是从新北市卫生局所传来的任何资料 所以我们要去上网去搜寻新闻 才知道说恩主公的群聚感染 这个人没有做任何的检查 没有筛检 也没有疫调 也没有隔离 所以这个人就帮他出去 6月7号抗瘟病回去 6月17号同样的症状又来了一次 这个个案错失了三次 然后回到桃园又到高雄 对于高雄市府的指控 恩主公医院声明 高雄个案在恩主公医院 发现确诊者前一天已经出院 加上并没有跟相关人员密切接触 因此不列入匡列筛检范围 按照CDC的规范 就是对于第一圈的接触者要做匡列 那第一圈的接触者 就是第一圈的密切接触者 包括没有做好的防护 超过15分钟的接触 所以我们匡列的他的护理 医护同仁跟隔壁虫的病人 那高雄这位病人是在他隔壁虫的隔壁虫 没有任何接触 那因为他不在圈列的范围 所以我们也没有匡列这个病人 而高雄市卫生局 更痛批恩主公医院失职 恩主公医院警表示 现阶段优先对抗疫情 对于各界的批评指教 仍会虚心接受 原新闻NOW高雄市采访报导